截止到我做这个视频 PS5 Pro仍然没有官宣 假如PS5 Pro真的出了 什么人会买 什么时候买比较合适 还有人说即便PS5 Pro上市了 普通玩家也得等上一年半载 他能买到是这样吗 是这样他说的没错 不过对于副歌来说 喜欢就买 还管他什么时候 买就得买首发 感受新主机带来的新体验 即便是加价一个W 也毫不犹豫 另外对于头部媒体来说 PS5 Pro首发也是必买的 因为首发一周 甚至头一个月都会有流量 流量就是钱 1万的成本 在流量和热度面前不值一提 人家买PS5 Pro是商业行为 还有那些腰部或者腿部的自媒体 估计不会抢首发 等上一段时间 价格降到6000 8000的再入手 热度虽然降了点 好在购买成本也降了 除了可以做视频 自己还能玩 两圈其美 反正早晚也得买 另外我要有情提示一下 PS5 Pro这种东西不是给普通玩家准备的 即便是PS5和单机游戏 它的主要市场并不在我们这儿 而是在欧美日 实际上在我们这儿买PS5的人不多 买PS5 Pro的人就更少了 PS5甚至PS4玩家的数量 再算上Switch和Xbox 跟手游玩家数量都没法比 就连跟电脑游戏玩家的零头估计都到不了 好我们言归正传 如果PS5 Pro定价在4000到5000人民币 普通玩家想要原价购买会经历一个漫长的等待期 或许是半年也或者是一年 如果国行PS5 Pro上市了会缩短这个等待时间 其实在之前PS5首发的时候也是遵循了这个规律 未来PS6首发也会是这样 现在索尼没有官宣PS5 Pro 也没有正时也没有正伪 我上个视频叫大家忍过等过这个9月份 因为就算出了PS5 Pro 该买PS5的用户他也不会买Pro 过了9月份这波风波尘埃落定了 相当于吃了颗定心玩 至于说你是买5还是Pro 各位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和需求来 不过据我了解 我的粉丝都是相当有实力的